11月1日警方拒报在仁德区有一男一女 他们沉湿在他们的住屋处 住屋处里面有烧炭的痕迹 警方就立刻报警相验 警察官相验就觉得发现在女性死者的脖子上有一些伤痕 所以就决定对于两人就进行解剖 然后在昨天整个解剖过程完毕 初步解剖看到的初步发现 就是女性死者的颈部有这个热痕 那比较深层的地方有出血的状况 那至于是被热死的还是一氧化炭中毒死的 还是或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这个女性死者身上除了这个热痕以外 其实也没有其他外伤 那也没有其他挣扎伤 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检察官就会请法医 就是有采取两位死者的血液 还有他们的胃容物 还有他们的一些器官的检体 我们要进行化验 一定报告要等整个化验结果才有办法确定